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 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 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 街上好吵啊 我叫周一伟 我是个湖南人 我是一个演员 哪有什么天分 还不都是努力凑的 一个好演员其实 是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演员 我们在故事当中 把观众带入 让观众产生共鸣 让观众产生他们自己 对于自己的 或者对于他们熟悉的他人的联想 让他们产生情绪上的波动 是一个演员要配合整个影片 整个话剧去做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 简单的说 好演员是能够让观众看见自己的演员 我几乎什么都读 几乎没有不读的类型 没有固定时间 只要有空 就会有阅读的习惯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而且碎片化的阅读 其实也是比较科学的一个事件 谈不上说一定要沉读 夜读 或者什么 一定要说固定时间的话 在睡前 不管是几点睡前 我可能会看点东西 也可能是影片 也可能是读 也可能是文字 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的一个记录 当一个小朋友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 他的心情 我觉得很直观 而且也很准确 就好像是我读到一本好书时候的感受 我很喜欢这种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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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